新推出的擴大移民政策及救生艇计划 嘉河作为联邦移民局的服务机构 特别设立了一系列的职业介绍短片 方便有致投身在加国专业的人士 大家好 我是尝尔敬律师Andrea Chun 自从1987年在多大法律系毕业之后 一直都在安省的执业律师 如果你们有兴趣来加拿大做律师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用一个看法 就是说其实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的省份 和自治区除了灰省之外 都是奉行普通法的 即是说律师这一行 都可以说是有很多机会你们发挥的 包括和传统的 就是说在一间大的律师行里面做事 又或者自己执业 又甚至在政府或者大机构那里 做我们叫做in-house counsel 还有其实北美洲 律师这一行都是 或者应该说读法律的 都是很广泛的 我们知道有些朋友或者同学 甚至是成为很出名的作家 或者是荷里活很出名的producer 去制片 就是制作一些 比如说法律的剧集或者是警匪片的 那视乎你们的背景是什么呢 怎样入行呢 那我想应该是分两个大的类别去说 第一就是说从来没入过行的 没读过法律的 第二就是本身你们可能在香港 已经是读过法律系毕业 又或者是执业的香港律师 那或者首先讲一下从未读过法律的朋友 加拿大法律学院那个入的机制 就是和英国制就有些少区别 加拿大原用的制度 就可以说是英国和美国中间落幕的 我们每一位的律师就不会分律师 solicitor和barrester大律师 我们每一位的律师一般来说都是barrester and solicitor 但是我现在讲的应该是 引用于加拿大大部分的省份和自治区 我特别不会提灰省 因为灰省的制度 因为是有法国的制度的影响之下 是有些少不同的 而加拿大为什么有些像美国呢 就是因为法律系这个学位 就不是一个学士的学位来的 我们所颁发的就叫做Juris Doctor 一般所有的法律学院要求 入行或者应该是申请入读的要求 就是首先要考一个叫做Law School Admissions Test 这一个就英国没有的了 是美国也有原用简称LSAT 这个就好像公开的市 一年是有几个日子是会举行的 这个LSAT是必须要考的了 另外法律学院就会要求 基本上起码有一个学士的学位 甚至我们以前有些同学有博士的学位 都不出奇的 但是学士的学位要是读哪一科呢 法律学院一般来说就是不关心的 其实它是欢迎任何背景的学士学位的 这个就是如果你们是有学士学位 而有兴趣考入法律学院呢 你们就应该看看你们的目标省份在哪里 举个例子如果在安省的话呢 我们稍后就会给你们一个连续 看一看 安省的法律学院呢 就是在一个叫做OUAC的网站 一般来说就是统一有一个申请表 但是个别的法律学院呢 要求的有些少不同的 可能有些是要求你们需要有一个推荐书 你们以前读书的那个教授 或者其他工作过的地方的推荐书的 有些法律学院可能是不需要 那么你们都要因应每一个大学的法律系的要求 那就可以去看看他们要求些什么 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们已经在香港 是读完法律系 又或者甚至是香港执业的律师 那你们又想在加拿大入行 那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那其实可以说都算是公平的 那加拿大刚才我讲过呢 就是全国是分这么多个省 自治区和灰省 那其实每一个省或者自治区呢 那个律师的牌照是根据那个省的律师公会发出的 那但是如果你们在外国 就是非加拿大的法律学院毕业 又想在加拿大成为一个执业的律师呢 那加拿大就有一个叫做Federation 这个Federation就是所有加拿大省份的律师公会所组成的 那里面就有一个叫做National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NCA 那这个会呢 就是大家首要去申请 因为呢他们会因应你们的背景 在哪里来呢 读那个法律的学位是怎么样呢 又或者你们的经验呢 而去离定个别人士 究竟他们需要是就这样去考一个叫做NCA的史 又或者要重新再读法律系 那他们呢是会因应你们的背景 和提供的资料呢去离定的 换句话说呢 每个人呢 那个结果会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上到他们的网站 而等入 譬如你在香港法律系毕业呢 那一般来说 他们说的答案就是 有五大类的科目 你们一定会需要重读 当中包括例如 就是加拿大宪法 或者加拿大刑事法等等 这些这样的科目的 那大家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呢 去看一看 那当你们通过了 如果这个NCA 给了一个认证书你们之后呢 那你们再要去 你们心仪的那个省份 是举例 譬如你们上来安省 来多人多安省执业的话呢 那你们就需要去到 安省的律师公会 LSO.CA 去看一看他们要求些什么 因为就算你们有了这个 这个NCA的认证书呢 那安省举例是需要呢 是好像英国制那样呢 就是article 就是说有一段 就是学习的时间的 但是我们安省也都新 有一个叫做LLP的计划 那就是和article有些少分别 那但是如果 如果你们已经是 執业了一段日子的在香港 那可能呢 他们又可以缩短你这个期限 所以都是那句 是要个别人士呢 特别去申请的 那如果个别的律师公会 就是和香港一样了 发牌照的每一个省份 都是那个省份的律师公会 都是他们发的牌照给你们 是不是可以在那个省那里执业 那所以其实资料呢 在网上是可以找到很多的 在加拿大来说呢 我觉得呢 律师这一行呢 可以说呢 都有一些挑战性的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 可以说是少数族裔 那当然我们有的优势就是说 如果你们在香港来 可能对于一些国际的视野 是比较旷阔一些 就比一般来说的加拿大 土生土长的人士 可能你的经验呢 是可以带到一些特别的元素 去到你们那个practice里面的 那我希望呢 大家不要气馁 虽然呢 是比较多一些关卡 要去面对 而和香港的情况 是有些少不同 但是网上呢 都有很多资料 还有呢 亦都有很多成功的个案呢 就是我认识很多朋友 都是以前在香港 读院法律 或者是香港执业律师 来到加拿大的 而他们呢 亦都是做得很好 很成功 希望帮到你们